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现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感到罪恶 不过呢心理学家发现 还有另外一种情绪啊很容易一起被提到 它称为羞愧感 针对这两种情绪以下描述哪一个是正确的 1. 是同一种情绪 2. 一个比较强 一个比较弱 3. 两者的源头不同 4. 华人无法区分这两个情绪 你答对了吗 正确答案是3. 两者源头不同 在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罪恶感会油然而生 你知道吗 其实小朋友大概在两岁左右的时候 就会慢慢发展出罪恶感这种情绪 而我们刚刚提到的羞愧感 这个比较复杂的情绪呢 多半要等到小朋友3岁左右才会慢慢的发展出来 羞愧跟罪恶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表面上来说 这都是对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 而出现引发的情绪 不过罪恶感这种情绪是这样子的 我认为我做的特定事情是不好的 是错的 是针对这件事让我感到罪恶 而羞愧感这种情绪会出现 则是因为我认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不好的 是一个针对个人 我觉得无地自容 是一种相较之下比较不健康的情绪 反过来看 其实罪恶感是一种很健康的情绪 这种情绪出来的时候 它是在提醒我们 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不好的 它会带给别人不好的感受 当你发现你的罪恶感出现的时候 就是它在提醒我们 应该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作为了 英国心理諮商师Amy Brunner 在《内心对话的力量》这本书当中提到 强烈的自我批判 它会引发我们的这种羞愧感呢 其实是来自于过去内心 我们有一些伤口 没有被妥善处理的一个结果 这种羞愧感让我们相信 反正我这个人就是糟透了 我们反而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有力气 去做出改变 有句话说 对事不对人 再一次在面对错误的时候 也不妨这样子自我提醒哦 再来自我批判 不把你帮GameCast 看看你 有一点有点可知 我与你这下车都摆我 吧 你可以让我来说